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神盾局特工吗 看过 旅行中有艳遇吗 有 如果有机会还想再去一次塔西提吗 嗯 说出一种塔西提特有的动物 椰子蟹 那塔西提做过最刺激的事情是什么 嗯 和鲨鱼一起游泳 用一个词语形容塔西提 天堂 我是旅行达人渔丸 这是我去过的大西提 嗯 去大西提也是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在去年时候获得了哥士达的一个邀请 那么有一个黄南太平洋46天的一个路线 然后呢大西提作为第八站 就是我来到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嗯 我去大西提之前就有听说过大西提 就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然后呢也是 为前者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河船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嗯 我去大西提是停留了两站 第一站是他的首府 帕匹提 嗯 那会觉得 就是 朱瑟搜搜 后来到了第二站 就是波拉波拉岛 就真的感觉 哦我真的来到了天堂 首先他们一个服装是非常怪异的 对我来说非常怪异 就是他们嗯 衣服裤子都不穿 然后就拿一块花布 就裹着 就下半身的私密处 然后他们的胸肌啊 腹肌啊 就线条非常非常好 其次呢 我就觉得当地人就是 他们非常热爱他们的生活 就我们在浮潜的时候 他们的船夫就会唱歌啊 打鼓啊 之类的 就让你感觉到 我真的就是来度假的 我真的来到这个地方了 在大西地嗯 除了浮潜之外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跟着当地的土著 然后呢 通过最原始的手段 来剥椰子 在大西地 就他们他们的椰子是 外面还有一层椰子皮 是那种棕榈一样的 这种包着的 首先我们就是要用一根 锋利的木板 把椰子皮给去掉 去掉之后就是 获得一个光秃秃的那种外壳 那么就是 他们当地土著的一种做法 就是拿一个棒锤 呃 观察这个椰子 然后找到它一个纹路 就说他当地人说是赤道 然后用力砸下去 然后呢 就椰子就能变成两半 这样我们就能使用 里面的椰子汁跟果肉了 一呢是就是要准备好钱 足够多的钱才行 因为去趟大溪地消费还蛮高的 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 带好浮潜的设备 第三点呢就是 防晒的东西啊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你的假期了 那个我能露出一下我的微博吗 真成脸